从正面如果想防止对方把你给抱起来的话 之前给大家讲过只要把胯顶起来 那么对方就如同抱自己一样就抱不起来你了 那么如果说从背后对方想把你给直接抱起来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破解呢 记住啊只需要把你的腿去盘住对方的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你是长在了对方身上一样 对方还是抱不起来你 那么他抱你一定会立是一上一上的 当他立稍微往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肘去攻击对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被对方这么抱起来呢 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 需要我们反应特别快 才能够把我说的这种顶胯呀 或者是盘住对方腿的方式把它运用出来 那么一旦我们被抱起来了 双脚离地了 其实这个招就不实用了 那么离地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推开对方的头 或者用脚呢 去向后提对方的膝盖 膝盖这个前面的小腿骨这一块 只要提中了 对方就会特别疼 那么他就会把你放下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尝试着用肘肌 用膝去攻击对方身体比较脆弱的地方 然后呢 再快速逃跑 那么无论是对方从正面抱你 还是从后面抱你 大家注意的前提是什么 怎么预防 走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 关键的就是看好这个周围的路况 有没有这个陌生人行为不轨 准备要对我们做什么 这个才是避免危险的最好的办法 那么大家要有更好的 防止对方抱起来 或者是被抱起来之后 更好的防身招式呢 可以在视频下面告诉我 咱们一起交流讨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艺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